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药义经讲课程 我们今天来学习第126课 称义的第7讲 论功劳和善行的本质 其实这个题目很难取 总之讨论到功劳的内容 也讨论到善行的本质的问题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人的功劳和善行 抹杀上帝的恩典 动摇我们信仰根基的基础 这个内容是在基督教药义第三卷第15章 这一章里面有八节 内容虽然多 我尽可能的精简一些讲 首先我们看今天的大体的内容 我们会讨论功劳的问题 功劳的含义 什么是功劳 然后圣经里面教导的善行是什么样的 然后谈到我们救恩的基础和治疗 然后再也就是讨论一下 信心并非是善行成义的工具 所以最后做总结 那谈到上节课呢 我们谈到了14章 虽然上周我们讲了13章 因为开倒车了嘛 跳过13章 讲了14章 后来我就补补讲了13章 实际上14章就谈到了我们信主以后那种持续的那种成长 关于我们称义之后的持续成长 在成长过程当中如何来看待善行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呢 我们看到15章 延续15章了 加尔牧师继续讨论有关善行和功劳的问题 其实关于善行和功劳 不只是当时面对罗马天主教也好 面对一些半伯拉旧主义的一些思想的影响也好 其实在圣经当中 其实面对当时圣经里面的律法主义 行为救恩当中也有很多的讨论 所以呢 在这个讨论称义的时候 难免多方面的去处理这个课题 那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回到当时的处境当中的话 我们也难免就是在纠结 因为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和其他教导行为救恩 包括我们本性里面都有一种本性 就是得救多少我做点什么 然后换得了救恩的话 那我们自己会有很大的这样的 更贴切于我们的生活和贴切我们的一个本性 我们觉得白白拿了的就觉得有点没底 做点什么 即便不是我做全部 但是我做点什么我心里有踏实 所以在救恩上 人天生都有一种伯拉旧主义 或者天生一种阿美念主义 或者天生一种尝试着靠自己去赚取救恩的这种倾向 这种本性 所以我们更容易受到这种教义思想影响 不止在当时罗马天主教宗教改革初期 面对这个行为救恩 面临这个功德的问题 善功的问题 如何理解基督徒的善行在我们的救恩当中的位置 如何去理解的问题 其实面临今天我们回到当今我们的信仰处境也是这样 环境可能表面上变化 但是本质里面我们的困扰仍然是这样 今天到底基督徒是靠这个行为得救呢 还是行为到底在我们的救恩里面站着怎样的位置 我们是不是就是是我先拣选了神 还是先拣选我 那么我拣选神的话 我拣选我信 我做 我顺从这个到底在救恩里面是不是功劳呢 然后得救之后 我赏赐的问题 那赏赐为什么赏赐 赏赐是不是意味着功劳呢 上帝对我这个好行为的一种报偿呢 到底怎么回事的问题 其实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啊 所以这些内容不是天方夜谈 不是在象牙谈里面的这个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一些神学思考而已啊 是跟我们剖析我们内在的信仰 光照我们内在信仰 解决我们内在问题的非常切实的一些议题啊 不但如此 当我们内在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去教导别人 传福音给别人 或者劝勉别人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清楚 我们自己里面 如果隐藏着一些这个功劳的思想的话 或者是等等那样的没有整理清楚啊 我们去教导别人 劝勉别人的时候 也必然会照着我们所信所知的去教导别人啊 所以这个是要命的问题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问题 后面加罗牧师也会提到 为什么重要啊 那他一开始进入到15章 他就谈到了已经阐明了 这个主题的主要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讨论了啊 称义如果靠着善行的话 那么在神的面前必定站立不住 为什么 如果因为称义本身单单是依靠神的怜悯 并且是与基督相交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之所以称义 虽然是借着信 但是根本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啊 上帝的怜悯 使我们上帝的爱 慈悲 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 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以称义啊 然后我们得以称义 是因为与基督相交 与基督联合 是基督的好处 功劳 一切的益处都归在 我们分享了基督的好处 因为与基督联合的利用 所以上帝称我们义啊 因此我们要单单凭着信息 领受接受基督 接受上帝应许的基督 然后在基督里享受这个 被神称义的这个恩典啊 所以这里面没有给善行留下丝毫的空处 那值得注意这个重要的题目 就是重要的问题就是 注意整个题目的要点是什么呢 免得陷入到一种妄见里面 试图把功劳善功掺杂在称义的里面 无论是诡辩主义者等等 他们都引用很多圣经经文 去证明他们这种所谓的功劳的思想 这种善功在称义的里面 或者前面 在我们称义被争议之前的善行 或者是称义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包含在信心里面 还是在相信之前的善功 无论怎么样 他们都引用很多的经文来证明 他们这种功劳的散行的思想 是合乎圣经的 所以他们也引用很多圣经 注意 异端也好 错误的教训并不是凭空编造 而是他们错误的解禁 他们也从圣经当中找出 好像支持他们的那些内容 来支持他们错谬的教导 那加如墨士说 前面已经清楚证明 借着行为称义呢 你要想靠着行为称义 你必须得完全 绝对的遵循律法 并且如果 而且你要达到的这种完全的程度 你不只是遵守全部律法 而且那个程度上 要达到完全 哪怕你犯了一小条 也是等于没有用 功亏欲愧 必须守全 而且要守到达到神 完全认可的那个程度 否则我们就不能借着行为称义 借着行为称义 必须达到绝对的完全 合乎神的标准 不可有任何的丝毫的瑕疵 所以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靠着行为称义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导入了今天要处理的问题 那虽然行为完全不足以称义 我们努力行善或者行什么 既然这个行为我们已经证明 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 使人称义 但是难道他不能成为我们谋生 博得神的恩宠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种善功 会不会得到神的赏赐等等 所以你发现里面 还是掺杂着一些功劳 功劳 那这节课我们就谈 首先来看看功劳的含义 什么叫功劳 功劳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关于功劳这一词 加尔文牧师特别批判这个词 为什么 不论是第一次提出这个词的人是谁 那这个人肯定是绝不关心信仰的纯洁 如果他要关心信仰的纯洁 就不会导入使用这么容易误导人的这个词 然后加尔文牧师提到 就是盼望我们这些基督教的神学家们 一定要保持庄重 为什么呢 必须非必要的情况下 尽量避免使用圣经外的书语 为什么这么讲 他就是针对 虽然我们不晓得第一次 谁导入把功劳这个概念 导入到基督教信仰里面 但是他这个词 给很多的异端的教训 错误开了后门 开了先河 这个词既然引到我们的信仰里面 就必然会导入错误的异端 无论他最初他导入这个词的时候 这个词有多么准确 或者是多么这个有某种程度的问题 但是他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异端 所以加入牧师 第一方面大家要留意 如果可能的话 不要用圣经外的书语 非必要的 那三位一体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必须得用 虽然引用了非圣经的词 但是他们解释清楚 我们正统信仰里面的三位一体 这个概念所要传递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一卷里面 加入牧师谈到神创造主上帝的时候 其中谈到三位一体 也谈到了教父们的这个概念 用于导入三位一体的必要性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又说到 如果可能没必要的话 就不要导入 免得造成这个破坏性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 就是导入功劳的这个词呢 结果对基督教正统信仰 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扭曲 玷污了这个信仰的春节 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常常说到 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过度的用一些哲学的概念 去框圣经的时候 去肢解圣经的时候 或者是说用哲学的概念 去归纳圣经的时候 往往破坏了圣经 我们不是反理性 我们不是完全反对所有的哲学 但是有的时候哲学 它有它的前提和逻辑 它有的时候跟圣经不符的时候 容易会对圣经产生破坏 包括我个人也说 我不是说反对信经信条 绝对尊重信经信条 因为你不可能不尊重 对不对 这是教会的传统里面 大公教会决议或者是教派里面 总结出来的一些非常精华的 浓缩的阐述 庞大圣经教训的一些浓缩版 但是浓缩版它有它的逻辑 它有它的这个局限性 所以你不能因着你先学了信条 或者信仰告白 你就用这种信仰告白的阐述方式 或者逻辑去撕裂圣经 信仰告白它有它的逻辑 它去阐述主题 然后它可能如何如何 但是你要以这样的方式 去套圣经的话 你不要 你顶多是拿信仰告白服务于圣经 但是你不能拿信仰告白去破坏圣经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 信仰告白有的时候 再加上我们对信仰告白理解的那种程度 表述程度 常常用我们以为从信仰告白里面 学到的逻辑去 去看圣经的时候 结果把圣经那个更丰富的 更全面的那个真理 结果被我们残忍的割裂了 比如说我们常常用一个对立的概念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等等 去把它假设成为一个对立的概念 结果就把这两个撕裂了 要么就强调神的主权 以神的主权去灭人的责任 要么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划到这个黑暗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无论使徒也好 包括家人们也好 强调神的主权的时候 并不抹杀人的责任 但是他把人的责任放在神的主权之下 却留意人的责任如何在恩典的里面 不能成为功劳 不能成为自夸的凭据 一方面提到人的责任的无能等等 但是人的责任是责任 无能是无能 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更整全丰富的去教导 去理解信仰告白 不要用信仰告白 信仰告白阐述的范围比圣经要窄 因为圣经是全面的丰富的 但信仰告白只是按照一定的逻辑 去挑出一些核心的东西去阐述 所以他比圣经范围上在 形式上更加单薄 而圣经更加丰盛 所以千万不用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我在这里引申一下 就不要用我们在圣经之外的一些 有问题的概念去导入信仰 免得破坏信仰 那我们也不要用圣经外的逻辑 去破坏圣经 所有的逻辑词语一定要为真理服务 不是破坏真理或者抵挡真理 这个是在这里面加入牧师之所以伟大 其中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博学 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读什么无论是古典 法律 哲学等等文化 人文方面的装备很厉害的 在文艺复兴时代 他跟着很多是大师学的 那结果他并不是说完全否定文化 但是他认识到这个在以圣经为中心思考的时候 发现有些是需要去思考和批判的 不能盲目的导入 那如果我们可以毫无危害的用一个词 充分的表达行为的价值 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导入功劳一次呢 假如说我们已经足够阐述行为的价值 就没有必要导入功劳呢 因为这个词包含着极大的危害 使借这个此词的世界 这个人大大受损 就是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极大的破坏 那功劳到底什么含义呢 古代教会的作家们也采用了这个词 然后加尔文就说 他多么希望这些人不要乱用这些词 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 他们轻易的把这个词就导入到教会信仰里面 然后加尔文在批判前辈 这就是做神学的一种姿态 虽然他尊重奥古斯丁 尊重前辈们 什么尤斯丁啊等等 这些教父们尊重他 但是当他们发现一些错误 或者偏差不恰当的时候 他又能够正确的去提出他们问题所在 他不是骄傲的去颠覆 否认先祖们一切的贡献 但是他们却谦卑的谨慎的去提出 他们里面一些不恰当的做法 他不是像今天的我们所谓国内的 我们这些这个红卫兵式的这个学习改革宗的 这个董哥三毛五毛的这些改革宗的后辈们 就轻易的去批判这个批判那个 癫狂和狂妄是两回事 不是癫狂不是狂妄 加尔文牧师非常谦虚的谨慎的去提出这种危险性 他并不是傲慢去瞧不起那些人 盲目的全人否定 所以他长处他吸收 他弊病他提出 他说多么希望他们不滥用这个词 这样就不至于后代产生这么多异端了 后面也会引用一些教父的神学家们 他们使用这个词的那样的内容 他们也在用于是这些后辈的人就跟着他们学 结果可能是更误解了这些教父们的观念 结果走向了更严重的错谬 所以这个词汇 那这就引了奥古斯蒂 奥古斯蒂的话 让已经因为亚当而灭亡的功劳就此闭口 奥古斯蒂也用这个功劳 然后让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做王 圣徒不将任何事归给他们的功劳 神他们当将一切单单归给你的怜悯 这个都很正常 那当人看到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来自神 而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时候 就明白自己里面值得称赞的一切 不是出于自己的功劳 而是出于神的怜悯 这个正常 奥古斯蒂也在用功劳 虽然他用的相对比较稳健 在此奥古斯蒂否定人的善行的能力 人有行善的能力 所有一切的行善 其实都归于神 都是基督做王 都是出于神的怜悯 都是出于 不是出于自己 否定了功劳 那屈说多摩呢 他说如果我们能在白白的呼召之后 有任何善行 那么那些就是对神的报答 对神的恩典那种回应 那也是我们欠他的债 我们应尽的欠的 我们做的 就是应该做的 欠神的 那神的赏赐是恩典 仁慈 厚恩 就谈到神赏赐给基督徒 赏赐他儿女的善行的时候 这种好行为 顺从的行为 是出于他的恩典 仁慈 神的本性 厚恩 恩上加恩 根本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本身 值得什么 称赞 博尔纳呢 说到 正如不是靠自己的功劳 才是我们的功劳 才是我们的功劳 你看他就 这个玩文字游戏 绕来绕去 不是自己的功劳 才是我们的功劳 没有功劳 才是使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被定罪 因为要小心 我们当你说功劳的时候 要知道他神所赐的怜悯 他维持了功劳 那个 虽然使用功劳 但是避免我们这个错误的功劳 为什么 其他特别是什么 等等 然后他最后说什么 知道我们自己的功劳不够 这是我们的功劳 当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的善行 靠我们自己的功劳是不够的 这就是我们的功劳 听着就有点绕 一方面否定 一方面肯定 一方面肯定不是我们的功劳 没有自己夸口的 我们所有的善行都不完全的 需要神的怜悯 前面谈到了盼望神的怜悯 所结的果子 然后这就算为我们的功劳 这个功劳就是有点去反功劳 来强调这种无功的功劳 所以后辈人读了这样的文章的时候 似乎更放胆了 觉得功劳这个词用的合情合理 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教导的这种善行 既然不是功劳 那么圣经里面提到的善行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提到所有的行为 都经不起神的查验 我们一切的善行 一切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是经不起查验的 为什么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靠着行律法 得以诚意的 所有的好行为 在圣洁完全的神的面前 他不仅按照我们行为的程度 是不是完全一百条律法完全遵守了 是按照我们的程度 是不是达到了神的那个标准 你这一条是好像遵守了 但这个遵守的程度 有没有达到神要求的高度 而且神是见长人心的 你遵守这个行为呢 表面顺从了这种行为 是不是出于纯正的动机 为了爱神敬畏神 出于信心 出于爱神顺服的心 出于爱神爱人 这种纯正的心态 或者是荣耀神的目的呢 不只是外在行为上 好像遵守了 还要在乎出发点 动机和目的 所以没有人 所有的行为都经不起神的查验 我们的好行为就如同污秽的衣服 在夜花的眼中 都不及格的 都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标准 然后第二呢 气变完全 其实没有人完全遵守 气变完全遵守了 那么也不过是本分 我做完了这一切 就说我是无用的仆人 我所做的都是我应份做的 本来就应该做的 顺从上帝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本分 你都顺从了又有什么可夸赞的 又有什么骄傲的 又有什么赏赐的呢 那我们应该做的吗 作为被造物 亚当顺从神就是应该做的 对不对 本分我们顺从神有什么可夸夸 有什么可功劳可谈的 都是应该做的 对不对 然后所有的善行 实际上就其根本都是神的恩赐 恩典的果子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丝毫善行没有 我们学护理的时候也学了 在亚当里堕落的人类 上帝的护理 无论是律法的功用 还是上帝在一般人心中的护理 利用人那种恐惧 惧怕限制人的 照着自己本性进行出一切的恶 我们心中可能产生恶念 因为惧怕这种行为的后果 被人发现 被人讥笑 被报应 或者被追讨责任 我们不敢照着我们心中所起的恶念 尽都行出来 所以 实际上是上帝勒住 限制人 行恶 虽然他想 本性里面有这种恶的冲动和意念 但是他没有行出来 所以他没有做出来 这种行为 好像是好行为 实际上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一般的恩从当中 上帝勒住人 不进行行恶 维持社会某种秩序 这个就是神的恩赐 那对于基督徒更是如此 我们所有的善行 都是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 成就他的美意 我们所有的善行都是恩典的果子 都是出于上帝恩典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功效 所以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善行 我们并没有白白给神什么 只不过是履行我们灯应当侍奉的 我们没有赐给神什么 我们做行的献给神 这个好像上帝白白领受了 额外领受的似的 实际上我们所献给神的 都是我们当今的本分 侍奉而言 并不值得什么任何恩宠 做了应该做的有什么可怕呢 耶稣在路加福音不是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吗 仆人做完了一切 然后站在那去侍奉 伺候主人 给他吃完饭 然后自己才吃饭 难道主人要说谢谢他吗 作为仆人的角色 他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做的 那样做都是本分 没有什么功劳的概念 总之呢 我们在神的面前 即便做了一切 做了对的事情 都是应份做的 作为被造物 我们顺从神 侍奉神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 上帝说 感谢你 你看做得这么辛苦 这个辛苦了 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所以没有什么值得赏赐 反而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善情算作是自己的 并宣告这个不仅是值得神悦纳的善行 甚至还要给我们赏赐 这个就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另解 我们的善行不是配得神悦纳 又被神赏赐的存在这样的状态 而是应该做的 那所以呢 我们被这伟大的应许激励 什么意思呢 即便我们的善行本身不值得什么赏赐赐赐 但是神应许你去顺从 我赐付给你 这个应许反而成为我们的激励 使我们勇气高涨 激励我们 免得我们失丧了行善的志气 注意 我们做是应份做的 顺从是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功劳和赏赐 做了即便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应该的 但是神应许那些这样做的人 上帝赏赐他 这个赏赐不是基于那个行为本身 值得配得什么赏赐 好像功劳似的 只是出于神的怜悯 只是出于上帝的好意 上帝乐意就用这种赏赐来激励我们 吸引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乐系去行善 注意这个概念 上帝的赏赐 允许给我们的顺从的赏赐 不是因为那个本身 行为本身值得赏赐 配得赏赐 那种公平的报应 报偿的概念 而是上帝的怜悯 上帝出于要激励我们 鼓励我们 所以对神的这种大恩词 存着合意的感恩是应该的 上帝赏赐不是我应该的 你看我付出这么上帝赏赐 我是应该的 所以这种功劳思想 一定会滋哑人的骄傲和自益 应当感恩 因为这个赏赐是我不配的 我应该做的上帝却赏赐 所以这是额外的 换成刚才这个所谓的给小费 这是意外的惊喜 这在我得到应尽的本分之外 额外的给予的恩赐 施舍的 毫无疑问 我们在行为中 可称赞的一切 即便我们做了对的事情 那个可称赞的一切 都是由于神的恩典 我们乃是借着神的恩典 行了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 毫无什么可夸的功劳 我们没有任何功劳 没有什么可夸的归给自己 所以上帝赏赐是激励我们 吸引我们 免得我们丧志 是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 不是出于我们本身配得 或者是有什么值得赏赐 称赞的地方 一切值得称赞的 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注意这里面提到了 很多重要的概念 善行的源头是恩典 后面会谈到 然后赏赐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激励 我们应该对神的这种赏赐 不是抱着 看我就配得这样的 在那欣然的接受 而是感恩 不配 我做了应份做的 我做的其实还不完全 离上帝要求的完全差很远 但上帝就赏赐给我 所以应该感恩 对他的这种慷慨和激励 值得感恩 所以不能误以为这种赏赐 是好像我们里面有什么功劳 这个成分 没有任何功劳 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一点 加尔文牧师就用了两个类比 比喻 第一个就是承受赐予的产业 一个人把他自己的产业 白白的赐给了另一个人 那么领受产业的人 应该感恩 对不对 他不能霸占这个产业 认为理所当然 我就配得 那完全玷污扭曲了这种诗语的性质 诗语者白白的出于他自己的怜悯 诗语给某个人 那个人应该觉得我这一切都是我白白来的 不配我不配得 所以应该感恩才是 像那个诗语者诗语感恩 而不是霸占那个产业 觉得自己配得 完全玷污了那种恩赐 然后还有个就是获得自由的奴隶 奴隶主释放了奴隶 白白的释放他 或者是从别人的买过来支付代价 宣布他得自由 让他得自由 这个自由分明是出于别人的恩慈赐予的 对不对 那他就觉得他理所当然承受这个自由 就等于忘恩负义 是不是 加尔摩斯说 那就让他重新再做奴隶吧 他理所当然应该重新做奴隶 因为他不配承受这个自由 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施语的自由 所以这都是不是自己的 不配的 然后白白的施语 或者是自由 或者是产业 只有我们既不将神的赏赐之物夸口 说是我们自己的 不要夸口说自己的 神赏赐的善行 也不窃取赐恩者的当得的赞美 既然他赐予我的 我所有做的都是神所做的 所以应该将感恩荣耀送赞归给神的时候 这个才是正当的 既不抢夺 也不淹没 反倒把所领受的恩惠 仍归于赐恩者 这才合法地享受了议会 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 我们正确地享用这个恩典 就是应该知恩感恩报恩 将他配得的尊从赞美归给他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不抢夺他 好像是自己的功劳一样 所以这是正确看待 即便我们做了对的事情 感谢神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神若不赐给我 随时划脚 随时跌倒 连行善的那种意念都没有 因为我们的心如此软弱 容易离开我上帝 上帝不看顾我 我们顺时间就会爱世界 沉浸在偶像崇拜 自我崇拜里面 骄傲里面 上帝保守我 我今天还能保持谦卑状态 还能保持爱主状态 还能保持警醒状态 上帝如果不保守我 我随时都迷失在这个 今世的繁华的 撒旦的网络和这个 肉欲的享受当中 沉浸在这个世界当中 天国对我没有任何吸引 上帝给我 点化我 使人给我 吸引我 我才能对来世有盼望 有渴慕 对罪恶才有恨 我不然的话 我就欢喜快乐的 沉浸在罪终之乐当中 所以所有的善行 都是上帝的赐予 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应该将荣耀 感谢归给他 那诡辩家们 滥用经文 就是为功劳背书 他前面不说了 他们乱用很多的经文 去误用经文 所以加尔文牧师就提出他们的错误的解经 去一一的批判的嘛 他们引用这个五家大本圣经 五家大本圣经是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 把旧约的 其实是一本 希腊版本的旧约圣经 其实是一本 翻译成拉丁文的过程当中 包含了很多的外经 然后五家大一本 是拉丁文的圣经 天主教比较合法的权威的圣经 他们之所以有什么炼狱 之所以有些错误教的 都是根据这个版本圣经 翻译有问题 又加入了这些经外的一些经典 一些伪经 所以经文是肯定有问题的 然后他加尔文牧师引用了 他们说他们根据这个经文 就主张功劳 因为这里面出现功劳 然后希伯来书作者也说到了 不可忘记行善捐输的是 因为这个祭是神所喜悦的 然后这是诡辩家们乱用经文 无论是错误的这个版本 五家大里面错误的翻译 还是错误的理解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的意思 那加尔文他要给一切的怜悯 留一席之地 因为他们个人按照他们所行的 找到了这样的 加尔文就是根据这个 不是五家大一本拉丁文 而是根据希腊文 重新做了翻译 是在怜悯里面 在怜悯里面 他所有的行为的根源 其实都在怜悯里面 所以没有功劳的概念 并不是说功劳 所以翻译 行为怜悯 那里面翻译成功劳 就很明显是错误的翻译 就误导了他们 那圣经教导我们的善行 总是由被诸多的污秽 所定乎 我们的行为再努力 竭力追求完全也不完全 由于这些污秽 神是公正的向我发怒 为什么 任何不完全的行为 都是罪 除非完全遵守律法 在神的眼中 才看为义 但是任何瑕疵 都是罪 所以罪一定是惹神愤怒的 是审判的对象 所以这些行为 远远不能平息上帝的怒气 使他恩待我们 所以这些误以为 我的好行为 可以配得神的赏赐的一种功劳 实际上是严重的误会了 我们没有一个行为是完美的 那这个意思不是要让我们 放弃努力追求完全的这个意思 而说我们欺骗再努力 欺骗我们都做了对的事情 欺骗我们再传福音 传福音这件事情 虽然是顺从神 但是也是不完全的顺从 有的时候传福音 可能出于错误的动机和出发点 甚至等等 传福音的那个程度等等 任何包括我们在教会的祷告 礼拜 侍奉都不完全 随时随地 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献上赞美献上礼拜 为什么 都要去需要主耶稣的保血之改 不然的话 我们所有的侍奉都不完全 所以不能单单凭着 我们所谓的顺从行为 去讨神喜悦 因为有误会的 所有不完全的 都在神眼中看为罪 那么他就要对这种 最不完美的行为实行审判 因此我们就不要指望 我们这种不完全的行为 去可以平息神的愤怒 或者说甚至什么讨他的喜悦 都是不完全的 惹他的愤怒 怎么能讨他的喜悦呢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 都是在基督里 侍奉基督 靠着基督 因此上帝 悦纳我们 不但悦纳我们这个人 也悦纳我们的不完全的行为 所以这是双重恩典 加尔文牧师告诉我们 双重的恩典 一方面我们这个人被成瘾 第二方面我们这个人的行为 被成为一样 因为基督的眼光 因为神大大的恩典 他不至于以至高的公义 检查我们的行为 这是作为神的儿女 上帝不会以完美 那个绝对的标准来 衡量我们的行为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都是罪 他以接纳这些行为 如同他们一尘不染一样 接纳我们的行为 就是 虽然不完全 但是视为完全 这就造所谓的双重恩典 称我们的行为为义 虽然我们不应得到 但是神却以今世和来世 无限的福分赏赐我们的行为 注意啊 整理一下 我们成为基督徒 上帝接纳我们 因着基督 我们线上的顺从行为不完全 神却视为完全 仿佛完美无瑕一样 接纳 称我们的行为 接纳我们的行为 不但如此 还以今世和来世 无限的祝福赏赐 这种被他接纳的行为 所以赏赐是基于什么情况下 行为不完全 但是被神视为完全 神又乐意赏赐这种 不完全却被视为完全的行为 所以这个跟功劳 完全扯不上观想 不是那个等价交换 我做了这对的事情 所以上帝 以公义的标准 应该赏赐给我 不是这种概念 是怜悯诗语 激励 行为本身不完全 所以大家就明白 圣经所教导的这种善行 根本不包含丝毫的功劳概念 引用圣经的经文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 在不多事上有重心 要把许多事派给你 但同时也教导我们 所有在家给我们的福分 都是出于他白白的人赐 你们一切干渴的 都当进钱来就进水来 没有钱的可以来 你们都买了吃 不用钱 不用价钱 也来买酒和奶 好像是买 但是不用价钱 不用赢钱 就是无价的 白白赐的嘛 是吧 不是功劳嘛 因此呢 赐给信徒的一切 都是激励他们 敦促他们 使他们达到救恩 成全救恩 或者说成圣 无论是赐给他们的恩典 还是赐给他们赏赐 都是激励他们 促成他们的救恩 以及将来的福气本身 都完全是出于神的赏赐 那在这些帮助和祝福当中 主宣告 他也考虑人的行为 因为为了显明 他对我们的大爱 再一次强调 神赐福和帮助 随便是考虑到我们行为的要素 你要这样行 我就自负给你 但是这种赐福本身是显明神的那种爱 不仅高抬我们自己 也尊荣他赐给我们的福放 所以他以大爱赐福给我们 这样的时候 不止高抬了我们 抬举我们 我们不配 但是他去抬举了我们 赏赐我们这个不完全的行为 实际上激励高抬 抬举了我们 同时也尊荣他赐给我们的福分 他赐给我们的福分 在我们身上产生这样的 他基于他的恩典 使我们产生某种好行为 他乐意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 赏赐给我们 我们不配 但是他却赏赐 更显出他的恩词 所以这种福分的性质 既尊荣了他的福分的性质 又抬举了我们 尊荣不配 卑微的我们去蒙他的高举 然后我们紧接着看 加尔牧师谈到了 这个救恩唯一的根基和质量 因为一直在讨论 这个我们什么功劳的问题 然后为了彻底的击溃这种思想 他强调救恩唯一的根基 稳固的根基 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 不仅是根基开始 从起始到完成都是基督 基督是我们救恩的起始根基 也是我们的救恩的成全 从开始创始成终的基督 那么基督是怎样的根基呢 难道只是开始救恩 然后后期呢 是带我们完全吗 我们因信称义 但是成圣却是靠我们自己 从开始到结束 都需要神的恩典 难道基督只是开了路 然后又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继续前行吗 断壶不是啊 无知的加拉太书啊 到底你们如何进了救恩的门 难道你们是靠听信福音呢 还是靠律法呢 那个领受圣灵是靠行为呢 还是靠信心呢 听信福音呢 难道你们靠着圣灵入门 还要靠着肉体去完全吗 当然他这个肉体是指受割离 守犹太的礼仪 当然守犹太的礼仪 可以延伸是靠着遵守律法来成全 实际上是靠着行为来完全 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完全 所以既然靠着圣灵入门 难道还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或者行为和功劳去成全吗 不是的 完全靠着神的恩典 靠恩典入门 也靠恩典继续前行 所以这就否定了 在旧恩靠着基督 引导我们入门开始之后 又靠着我们自己功劳成全 就在旧恩的整个过程当中 把所有的旧恩的要素都排除在外廊 使徒说 神差基督来 不是要帮助我们获得义 而是要自己成为我们的义 注意这个概念 天主教的概念是 或者伴不拉旧主义的概念是 上帝的恩典只不过是 辅助我们进入旧恩 使我们能够相信 使我们能够如何如何 帮助的概念 不是的 基督的义不是辅助性的 基督要成为 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义 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义 不只是帮助我们获得义 注意我们可能软弱 软弱 单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旧恩 但是基督又加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有了双倍的力量才能达到旧恩 你发现就是神人合作 基督的力量帮助我们 恩典帮助我们 软弱 我们没有完全死无能 而是软弱不够 但是基督推我们一把 我们就可以结束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不是的 不是帮助 辅助 合作 而是基督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义 根本不需要我们掺杂 基督是我们的义 圣经说 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我们不在的时候 上帝就开始预备救恩了 按照他自己喜悦的旨意 哪有我们的参与 借着艾滋的血得蒙救赎 他救赎的质量是透过基督的血 不凡得以赦免 不是我们的功劳 借着他实际上流水 成就了和平 根本没有提到我们 掺和的份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唯一的根基是基督 当我们与基督联合 或者是在基督里有份的时候 我们虽然愚昧 无知 但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那我们虽然仍是罪人 我们现在也是罪人 只不过是被称义的罪人 现在也是常常犯罪 身份变了 但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常常犯罪 这个意思是罪人 但是基督却成为我们的义 披戴了义袍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实际上是不解的 心思不解 言语不解 行为不解 但是他却成为我们的圣洁 清洁 然后我们虽然软弱 但是没有军装 甚至暴露在撒旦的攻击下 但是天上地上 却全柄都赐给基督了 他成为我们的能力 力量他替我们践踏并打碎阴间的权势 阴间的门 我们虽然担负着这个取死的身体 死在我们里面发动 但是我们基督却成为我们的生命 所以基督是我们救恩的起始 也是救恩的内容 也是救恩的成全 简而言之 基督是一切 基督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为什么 我们分享了基督 开始我们谈到了 与基督联合 就享受了 成为一体 基督的一切都成为我的 我们在他里面拥有一切 在基督里 不是独立于基督自己拥有功劳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基督的 而且在他里面拥有 离开基督我们一无所有 而我们自己一无所有 我们若想成长 成长为主的圣殿 必须建立在基督的基础之上 在根基上建造 再没有别的根基 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人用草木合结建造 这个工程必不存留 反倒要用金银宝石才能存留 所以基础是基督 过程也是在基督里面 那诡辩者说基督的功劳 为我们赚得第一个恩典 那我们也就是说 给我们一个立功的机会 并且不错过这个机会 是我们的本分 上帝给我们恩典 使我们能够如何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只要接受这个恩典 我们就有力量来到神的面前 注意这个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需要某个恩典 给我们恩典 然后上帝给我们恩典 我们有力量 我们来抓住这个救恩 领受救恩 但是问题是 当基督提供我们一个机会 或者先前恩典 预备恩典 给我们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拒绝 这是这个诡辩主 或者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 当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 我们拒绝 那我就与救恩无分了 当我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 我就能够接受基督 所以你发现关键决定 还是我 神的恩典给我了 我要不要决定 这里面就有我的意志 后面会讨论 我的意志 我的决定 我接受这个恩典 我就靠着恩典 向前当强的 有力量的 能够向前一步 所以这个机会在于我自己 不错过机会的责任在于我 所以这里面就留下了 我们人的这个功劳在里面 那圣经呢 始终一贯的 为基督做见证说 相信基督的人被称为义 这些人的教 这些人的教义 从基督而来的 唯一的义处 是为每个人开了自己称义的大门 这些人的教义 就是前面这些人 实际上严格来说 最终归根结底 就是说人自己称义 人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 获得义 为他开了大门 为什么 完全由基督而来的义 变成了基督和人合作 这里面人就有了站脚的地位 所以实际上归根结底 不是完全靠基督 而是有部分靠自己 机会抓不抓住取决于我 那最终归根结底 功劳还不归于自己 我如果不信 上帝就没法救我 我如果我信了 所以上帝才救我 所以你发现里面有我的这个称方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圣经里面提到了 人有了儿子才有生命 不信主的时候 根本没有神的儿子 没有生命 他谈什么等等 那听了我话 信拆我来就有生 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是说到出死入生的问题 神的恩典 基督的救赎就白白成义 遵守神的命 住在神的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等等 那这些经文的意思 不是说借着相信基督 神给我们赚得成义 或救恩的机会 而是教导什么呢 信心以及成义 救恩都是神的赏赐 我们一旦借着信心 被驾接 被神驾接到基督上 连于基督 那就成为神的儿子 天国的后子 有份于义的人 拥有生命的人 并不是获得了立功的机会 而是得以到基督全部 得到了神基督全部的功劳 这个功劳已经传递给我们了 与基督联合 基督所有的功劳都归在我们头上 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 没有我们的功劳 不是给我们立功的机会 那最后我们来讨论 就是信心并非是善行 本身成义的工具 所帮学派 不是学院 学派 所谓的 所有的 他们是异端之母 他们夺取了戒性成义 或者说我们一般熟悉的 阴性成义 阴就有点 这个有点好像功劳是 借着信心成义 就是工具那个 是一切敬虔的根本 因信成义是一切敬虔的根本 脱离了因信成义 所谓的敬虔就不复存在 都成伪善了 变成功劳的宗教了 的确他们口头上承认 人借着成行的信心而称义 但是来解释 其意的时候 却说因为信心使善行 有称义的效率 口头上说是因信成义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因信成义 是说信心使善行 有使善行称义的效率 因此他们几乎在嘲弄信心这一次 之前我们解释了信心实际上是绝望的 无助的伸开脏兮兮的手去接受而已 这个本身没有任何功劳 重点是赏赐者施育者 我只不过接过来而 接过来本身这个动作只是工具因 形象因 是吧 不是治疗因 不是动力因 所以他本身没有什么功劳可言 所以按照他们概念上 信心使善行 成为那种有称义的功效 因着信使善行本身被称义 那真的就是因信称义了 因着信心使善行被神悦纳 被神看为义 那这个信心就有功劳了 所以他完全扭曲了信心这个词 我们他们不能完全忽略信心 一词不受到严重的斥责 然而借着信心称赞什么 善行等等 那勉强的教导说善行来自自由意志 你还发现善行是我决定我行的 出于我的意志 所以他们就说善行里面有功劳 善行并不排斥自由意志 并且有功 并且所有的功劳的起源都是有自由意志 这个也是现代这个法律也好 行为伦理里面也好 常常强调的一个问题 包括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 那到底我要有责任的话 得我有决定权 对不对 我得有意志 我没有意志 我决定不了 我就没有责任 所以常常把责任和意志归合到一起 那他这里面就说到 既然我行了 我决定的 那么当然有功劳 这是他们的主张 奥古斯丁仅止我们讲任何情况下 夸口自己的功劳 因为他自身也是神的恩赐 这个功劳本身也是 或者善行 善行 善行本身不是功劳 因为他也是神的恩赐 因为恩典的结果 我们一切的功劳都是出于恩典 并非由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虽然是我们我们的意志行出来的 决定行出来 但是这个意志发动等等 包括里面的倾向性等 都是出于恩典的作用 完完全全是恩典的果子 记住 所有的基督徒的善行 是完完全全恩典的果子 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行出来的 因此没有功劳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都在基督里造成叫我们行善 神叫我们预备 叫我们行善 是神预备叫我们行善 造成我们 使我们能够行善 神叫我们预备 叫我们行善 所以这里面行为的根源是神 那最后我们做总结 关于称义 圣经的教导和劝勉 在八小节里面谈到了 圣经教导 我们关于称义也劝勉 关于这方面也劝勉安慰我们 这经文我就都省略了 时间的缘故 大家自己读 总之是并非教导人 借着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 而是我们所有属神的人 都被重生 成为新造的人 这个重生是更新 被更新为新造的人 而非从 并且因而 从罪的国度 被迁入到义的国度 你看我们这些人 在神的面前被称义 然后被更新 被从罪的权势下 被迁入到义的国度 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爬到义的国度 都是神的恩典 然后这样 他们使自己蒙招的恩得以 坚定不已 当一个人 恩典在我们身上发成功效 使我们被更新 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 进入到义的权势 支配的里面 这种善行 好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 这种更新的生活表现出来 成为我们真正蒙身呼召 坚定不移的一个证据 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 除非你透过你的成圣的生活 来证明你称义 不然你的称义就是假的 你说我信我信 我就被称义了 凭什么说你称义 除非你过某种程度的圣洁的生活 因为说信耶稣 所有信耶稣的特征都没有 他也不敬畏神 也不礼拜神 也不参加公礼拜 也不参加圣徒的相交 他说我信 那这种信是跟圣经里说的 信是没有关系的 一个真正的信 一定委身给教会 若不以教会为母 不在教会里面接受 教会之母的牧养 看顾 实际上 这个人信也是从教会听到福音的 透过教会传的福音 然后接受教会的监督 牧养和看顾的人 他就不可能以上帝为父 这是教父们所说的话 不以教会为母 就不可能以上帝为父 因为上帝定了 一个信的人一定是与基督的身体 有形教会联合的 因为上帝把这样的灵魂 交给教会去照顾 照管看顾 在教会共同体里面 接受牧养 治理 引导 看顾 所以这种外在的行为 或者是个人生活的变化 这个变化包括礼拜神 对神的态度等等 他没有这种行为的见证 这种生活的变化 更新的生活的变化 或者是对罪的抵挡 不效法 这个是竭力的去追求 圣洁的生活 竭力的过爱神 讨神喜悦的生活 这种证据证明的话 我们怎么证明 他是真的神的儿女 他的信是真的呢 你说你谋恩了 但是你却没有这种变化的生活 作为证据证明的话 那个谋恩是不确定的 所以无非前面 这种被更新的生活 从罪的权下归入义的权下 实际过出那种公义的生活 那么这个就使得 他的恩典坚定不一样 圣经里面不说了吗 使你们的救恩得以坚定不一样 竭力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那种努力去过圣洁生活 就证明我们确实是 魔恩得救的人 所以没有一个真的称义 不伴随着成圣的生活 成圣的生活 是我们被称义的坚实的证据 证明 没有圣洁生活的信心是假的 没有顺从的行为也是假的 所以没有圣洁的生活 伴随着的称义 这个也是假的 成圣称义概念不同 但是他俩是连接在一起的 他不可分割的 就像树木跟果子一样 根据果子来判断树 好树结好果子 好果子是这个树健康好的证据 这是主耶稣讲的 人若没有说 尊心我天父旨意的 才能见天国 这个不是说靠着行为就文 因为耶稣教导的是 完全符合律法的 一个人真正信上帝 敬畏上帝的人 一定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 所以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他真信的见证 一个人不遵行神的旨意 就说明他不信 他的信也是伪善的或者假的 所以耶稣说凡尊心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天国 不是光嘴上主啊主啊的 喊主人甚至行神祭的人 而是实际尊心神旨意的人 才是真正得救的人 真正进天国 被称义的人 就像好树 透过好果子来确认一样 他的生命的见证和流露 来表明他是真正蒙恩的 所以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谈到了 谈到了功劳 谈到了善行 功劳在得救之前 得救后的过程 没有任何的值得夸口和称赞 因为这个是恩典的果子 他本身不配得赏赐 上帝赏赐我们是出于他的爱 出于他的怜悯 出于他的激励 要我们不断地去行善 所以我们领受赏赐的时候 也应该知道 我做了因分做的 这个赏赐是不配的 所以我们不能谈谈 咱能坦然的咱能欣然接受 应该将荣耀送难 归给那位赐恩的主 去尊荣他 这才是合法地享受赏赐的 这样的 所以功劳这个概念 本来在基督教里面 就不应该被用 因为他已经破坏了恩典的教义 和圣经启示的救恩的教理 是冲突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节课我们就谈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 同心合意的 迫切的 做五分钟的 这样的简短的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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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